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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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又漲了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每天 你打開報紙看到的都還是利空 對不對 前天說什麼 那個華爾街的喉舌 因為現在那個官員都在接末期 不能講話 所以那個記者華爾街的喉舌說 這個聯準會要重燃鷹派 美股拉回 然後美股拉回 台北股市昨天有沒有跌 沒有 漲了87點 台積電一樣漲 是不是 好 那昨天又說 美國的那個就業報告公佈了之後 然後呢哇 聯準會又要鷹派了對不對 因為今天晚上就重頭戲嘛 好 但是重點是台股有沒有跌 又是開低走高往上走 而且貴買指數一路往上拉 連這個 現在這個叫做 已經不是要復國神山了 現在這個是全市場對不對 尤其是很多的名嘴 嘴巴講的過街老鼠 什麼去台灣話 什麼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不就又漲了嗎 所以我說 我之前我就講了嘛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全面樂觀中毀滅 行情為什麼會絕望 為什麼十月的行情會讓人家這麼絕望 就是因為我們的護國神山倒了啊 護國神山變成過街老鼠啊 不是嗎 家維老師在講121拜登基殺爆台股殺台積的時候 我請問這些財經名嘴 這些市場上的分析師 甚至 家維老師八九月那時候去 去那個善王治癒節目的時候 不是每次只要一講到台積電 哦好好好 哦整個都在做特輯對不對 但是問到家維老師 家維老師說什麼 我就是不看好啊 我就是不看好啊 當時候家維老師講的是什麼 台積電就是台股的不良品 結果呢 從10月10號晶片法案 對不對 禁止輸入晶片到那個中國大陸之後呢 台積電一直跌 哦就開始哦 哦美中晶片新規沒有和解可能哦 然後台積電鼓勵員工休假 半導體連鎖風暴哦 然後高盛說台積電面臨六大風險哦 然後呢 每個名嘴 哎不是只有陳鳳馨啦 每個名嘴都一樣啦 我就說連政論節目 對不對 像什麼TVBS新聞大白話啊 什麼那個什麼 中天的那個 連政論節目都開始 講台積電不好 這個時候就是絕望啊 對不對 你想想看嘛 家維老師在跟你講121拜登基的時候 這些人 在跟各位講什麼 哇台積電護國深山 哦好棒哦 笑死人不是只有我們政府在講 這些名嘴難道沒有在附和嗎 講的現在這些名嘴好像是他們是很清高 他們早就看到台積電的問題 然後呢 現在藉機在拿這個來罵政府 笑死人對不對 這裡看好台積電 這裡看摔台積電370 家維老師跟你講 家維老師開始看好台積電全面反攻行情 到今天台積電不好意思395了 慢慢漲慢慢漲也快400了啦 我為什麼看好台積電 因為我們手上有IP股啊 我不是要你去買台積電啊 但是我們的IP股會很強啊 你看今天3443創意又漲了 對不對 早上是阿葵 因為大家想說 怎麼可能創意已經連五紅了 該跌了吧 是不是 好 尾盤又拉起來 那創意他是誰 創意就是這一波10月的風暴中心 不是嗎 美國禁止高階晶片輸入中國大陸 創意隔天直接跳空跌停板 他不就是風暴中心嗎 但是你要不要看一下今天的創意 你知道創意從383漲到今天508漲多少了嗎 漲多少了嗎 漲100多塊 那家維老師有帶你砍在這裡嗎 你有沒有發現創意從這裡到這裡 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20幾% 快30%囉 市場上你去聽 教育老師那個盤中有沒有 那個盤中連線我都放著在聽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分析師 甚至這些名嘴 都不談創意 這樣子30%呢 我如果把圖這樣放的話 你對不對 哇 383這樣子 這一天漲8% 這一天漲停板然後持續往上漲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都不談創意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才罵台積電 之前才在罵創意 然後呢 還在創意破底的時候踹他兩腳 現在創意這樣大反彈他敢講嗎 而家維老師跟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說 家維老師選的股票就是最好的股票 因為在這個美國金面法案出來這個跳空跌停之前 他是創新高的 對不對 當時候金星科是創新高的 不是金星科 對不對 當時候 你去看那個 金星科 M31這些股票 他們是接近創新高的 你看 創意當時候 10月6號 是不是創新高 代表的就是說 他在10月初的時候 他還是全台北股是最好的股票之一 那怎麼會說 因為一個利空跌下來 他就變成是爛東西呢 所以我沒有放棄他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嘛 M31金星科不都一樣嗎 10月6號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 叫做加聯益 來你來看一下 加聯益在10月4號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走 這是10月4號的加聯益 看一下 是不是創新高 當時候市場上 除了加維老師之外 我們是10打10的 這樣一路買上來 對不對 我們從這裡買嘛 就算跌下來的時候 我也不離不棄嘛 然後就這樣子創新高 我們8月31號買的嘛 8月31號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呢 就算這裡有一個甩轎 我也不理他 然後就再創新高 當時候不是市場上 人人都加聯益嗎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加聯益不是這樣子 最近加聯益就算有放利多 對不對 我去看那PTT 有一篇就寫這個 就昨天這個新聞 加聯益 贏史上最賺第三劑 你看看底下那個網友寫什麼 嘴很臭啊 垃圾股啊 垃圾股啊 對不對 爛死了啊 10月4號是好股票 創新高 人人都流口水 怎麼會莫名其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變成是爛股票 變成是垃圾股 轉虧為盈 贏史上最賺第三劑 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心態上會出現這樣的轉變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賠錢你把他幹掉了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就是因為加聯益回檔然後你賠了錢 你不開心了 你把他幹掉了 然後你希望他繼續往下跌 跌到10塊錢 跌到5塊錢 甚至跌到下市為止 不就是你的心態嗎 所以當你看到昨天加聯益有利多的時候 你開心嗎 你完全不會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加聯益 因為你停損了 而且你停損在一個很難看的位置 所以昨天一堆人講 哎呦 這個笑死人這個是什麼 利多出盡啊 因為昨天的加聯益長這個樣子 昨天的加聯益長這個樣子嘛 昨天這麼大的利多對不對 台北股市長87點 好像不怎麼樣啊 開高最高嘛 開盤最高嘛 然後哦 這樣盤盤盤盤 又往下跌了嘛 笑死 你看果然就是垃圾股 你看果然就是什麼 開高走低 笑死人 這昨天的加聯益嘛 結果咧 結果咧 今天的加聯益開小低之後 直接衝上去 9點50分 鎖漲停 一路鎖到底 今天的加聯益 一根紅棒衝上去 哦哦 哦哦 怎麼辦 怎麼辦 我才剛砍掉耶 老師 我才剛砍掉耶 你看老師 你自己看這個線型有多醜 我才剛砍掉耶 這種爛股票 這種垃圾股 今天這樣子 不好意思哦 今天我們加聯益漲停板 轉虧為盈 解套 賺錢啊 我真的要感謝我們全國的會員 對加聯益老師的支持 因為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尤其是10月份 每天跌哦 每天跌哦 從10月初創新高之後 他每天跌哦 每天跌 每天跌 加聯老師每天跟我的會員講 加聯老師選的股票 加聯概念股 他是最好的股票之一 我們不賣 對不對 我們也不換股 加聯老師你每天放著給他跌 你不賣不換股 笑死人 可是我們大多數的會員 絕大多數的會員 還是非常挺加聯老師 我說我要保護我們會員的股票 我不要讓我們會員的股票 因為一個甩轎 而殺在低點 今天加聯益漲停板 我們解套 便賺錢 它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它代表的就是 加聯老師已經開始兌現我的諾言 我要保護我會員的股票 我不要讓我的會員的股票 砍在一個很沒有尊嚴的低點 然後呢 像其他的分析師一樣 啊 你看今天就是精銳啦 啊 對不對 今天就是東碩啦 今天看哪一檔漲停板 講哪一檔 我 我就問全國的會員 我問的是 包含其他分析師的會員 你們有東碩嗎 你們有精銳嗎 你們老師是用嘴巴講的 還是你們老師真的有帶你去買 那你們老師是停損了哪一檔股票 帶你去追 還是說之前停損停損再停損你敢買嗎 而我今天我敢大聲的說 我沒有停損我們的加聯益 儘管十月份這裡一直跌 你要笑教育老師說 還有笑死人教育老師 你拗到 拗到變賺錢 你也敢這麼大聲 哥哥 我必須要這樣講 整個十月股災台北股市現在還趴在地板上 還趴在地板上 趴在地板上 我們的股票已經開始第一檔股票解套了 我在十月份這裡在跌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 未來我們的股票 會很快的機會解套 甚至創新高 你信嗎 你一定不信 你一定在笑教育老師 笑死人教育老師 你癡人說夢話 你有看到那個之前航運股嗎 對不對 你有看到2603長榮 2609陽明嗎 這種 你報這種股票 未來一定就是屍股無存 這種沒有Future的股票 要跟這種有Future的股票 請問一下要怎麼比 要怎麼比 航運股有可能再出現 第二次的新冠肺炎嗎 就算真的再來一次新冠肺炎 他也不可能再複製兩年前的行情 因為大家不會怕 沒有Future的股票 你越爆越慘 當然是越來越慘 我甚至跟各位講 未來一波反彈之後 他未來可能又回到以前什麼 10塊20塊 我當時候在200多塊的時候 我就這樣講 可是這種股票呢 加聯益 在一年多前的時候 你還記得當時候那個 郭明奇啊 這一檔股票就是被郭明奇玩壞掉的 說什麼退出蘋果供應鏈嘛 所以就從這裡高點 然後就一路殺嘛 殺了整整一年之後 殺了整整一年之後 你看他EPS就是負的 然後難得一個業外收益 讓他反彈之後 負的負的負的 現在轉虧為贏 轉虧為贏之後 股價是不是就這樣往上走 年限是不是要往上翻 這種股票需要賣嗎 這種股票很快就創新高了 甚至還會大漲 對不對 昨天一堆人 在笑 宏達店 笑死人家瑋老師 宏達店 對不對 虧損再擴大 第三季又虧 一塊囉 對不對 對不對 本來宏達店29.8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哦 你看 第一季虧多少 第一季虧0.92 第二季虧0.91 第三季虧1.1 笑死人 爛股票 那為什麼宏達店昨天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宏達店今天 對不對 今天沒有漲 但是他也沒大點 為什麼 就因為他有Future 那為什麼 我們的創意 對不對 你去看我們的股票 我們的創意 為什麼可以反彈這麼多 我們的金星科為什麼已經 快回本了 我們第一次買進的成本已經回本了 他只要再漲個5%6% 我們是所有的會員通通回本啊 為什麼省準 我們前面大賺對不對 7 8月的時候我們大賺兩波 這一波雖然9月甩轎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他這裡慢慢又挺上來 所以對於指數來講 他是趴趴雄 指數是趴趴雄 但是對於有Future的股票 10月份的這個股災 他只不過就是一個甩轎 6153加聯益 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因為你會看到今天他的漲停 衝到這裡 網友對他冷淡的程度 還有網友對他那種震恨的程度 人就是這樣子 當你股票砍在低點 看到他彈上去 你知道那種心中對他的怨恨 比那個 你一檔股票 賠錢 還要恨 因為這一檔股票不是賠錢而已 是讓很多人砍在這裡 砍完之後他還往上走 原本可以賺大錢的股票 變成是賠錢砍了 而且砍在一個很 沒有尊嚴的低點 這就是現在很多人的心態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台北股市不會跌 你有沒有發現11月份開始台北股市 就算有再多利空都不會跌 你說為什麼 家瑋老師下個階段 就來告訴各位 真正的 原因我們先進入廣告 待會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搞不懂 為什麼台北股市都不會跌 因為很簡單 11月8號 美國期中選舉 這是我不斷的不斷的跟各位講 那你說期中選舉 到底關股市什麼事情 當然關啊 因為現在在走的就是 拜登敗選行情啊 你說拜登敗選行情 股市會漲 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今年的股市會跌 就是因為俄乌戰爭嘛 那為什麼會有俄乌戰爭 就是從去年的年底開始 拜登不斷的去慫恿烏克蘭 去挑釁俄羅斯嘛 而且現在歐洲已經快要制裁不下去了 只剩美國還在嘴硬嘛 所以一旦拜登如果敗選 共和黨放選 共和黨拿下多數席次 他是不是就會說我們好好來談一談 甚至不要說什麼啦 連美國民主黨裡面 都已經有這樣的聲音 只是因為現在他們還佔多數 現在還在選舉之前嘛 所以我說 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什麼深山嘛對不對 喔 連準會鷹派股市都不會跌 因為我是不是已經算過 蘋果給各位聽 到了明年 就沒有蘋果可以分了 到了明年就沒有蘋果可以分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連準會就算你再怎麼升息 你還是抵不過這個啊 你連準會只能針對需求的部分去抑制嘛 你升息就是抑制需求嘛 但是真正的原因在釜底抽薪要從俄乌戰爭開始嘛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在反映的就是11月8號的其中選舉 因為選舉完 市場上就會對 美中可能美俄 的關係改善就會有期待 甚至 你看喔 現在又傳出了這個 北京正在逐步 評估取消清零政策 二十大結束了嘛 對不對 他看過了嘛 那我們開始要復興經濟 對不對 然後呢 美中兩邊的外長也談了嘛 然後G20可能什麼 什麼誰跟誰又要見面了嘛 這都在11月會發生的事情 G20也是在11月底喔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11月就是 稻吃甘蔗越來越甜 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利多 等著各位 可是重點是 最好笑的是 大家都已經把 股市看得很壞 而股市看得很壞的時候 就是G20開始看好台北股市大反彈的時候 我甚至認為台北 連台積電都會大反彈 我說從370這裡看好台積電會大反彈 到今天為止台積電也慢慢的這樣彈上來 而且它會越來越強 所以你看到我們很多的股票 就是這樣不斷的漲 不斷的漲 對不對 每天每天都在漲 包含到了今天 你看我們今天喔 對不對 教育老師沒有換股嘛 那我沒有換股我們什麼股票你都很清楚嘛 今天我們陽明光 往上漲 對不對 今天我們的3443創意這檔最厲害 風暴中心 一路往上漲 那我們6153加聯益就不用講了 直接漲停板 讓很多市場上的網友 很多的分析師 直接眼珠子掉出來 我不是前幾天才在罵加聯益嗎 怎麼我罵完加聯益之後 對不對 我昨天才在說它是垃圾股 結果今天加聯益漲停板 說不定明天加聯益就創新高 那怎麼辦 追回來 絕對不敢追 因為你才剛砍在這裡 同樣的道理為什麼創意已經漲這麼多了 分析師對他還是這麼冷淡 因為很簡單 剛砍掉 剛罵他 才罵他是垃圾爛股票 因為金瑞比較好嘛 都說比較好嘛 對不對 那不要說之前什麼金利科比較好嘛 對不對 才把他罵翻天而已 他長成這樣我怎麼講 同樣道理金星科 神准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 11月 台北股市它會一路一路的往上漲 接下來就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什麼 拜登的敗選行情 我們明天見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